五千年历史,只有四人敢自称霸王,项羽只排第二,第一位几乎灭掉唐朝李世民,说到霸王两个字,大家都会想起西楚霸王项羽。 项羽古人评价为与之神勇,千古无二是古代勇将的代表性人物,虽然最后自吻乌将未能成就大业,但其因恶斥炸千人皆费的勇力与武艺仍然备受后人推崇, 非常对的其他的霸王名号不过历史上敢称自己为霸王的,不止项羽一人此外,还有好几个霸王有一个甚至比项羽还要猛,历史上最早称为霸王的人,不是项羽项羽的霸王名号并非首创。 此人才是史上第一个自称霸王的人这个人大家非常熟悉,就是那位卧心尝胆的岳王勾剑。 实际,记载,勾剑面无后越国兵威强盛,横行将怀诸侯进阶臣服,纷纷派遣时节称臣纳贡,尊称勾剑为霸王在说武功排名第一的霸王随莫唐出,就是李世民打天下之时,群雄并起逐鹿中原,在西北龙溪一带,又出了一个霸王他名叫薛举,自号西秦霸王。 薛举回吴高大骁荣善战,他最初在隋朝的金城府担任校尉,眼见天下大乱,也成事而起割据一方战地为王。 薛举多次击败隋朝官兵和其他军阀,势力,越来越强盛617年薛举兴兵进泛陕西侵入唐朝的势力范围李世民率军,迎战双方多次发声冲,突摩擦到了618年薛举率领大军卷土重来。 与李世民在高指城对峙,李世民见薛举士气旺盛,冰封锐利于,是固守不出谁知,他的部下刘文静,与烟开山不服气,率军出战结果遭到薛举的毁灭性打击。 唐军战死过伴李世民正在床上养病,也爬起来狼狈而逃是唐朝开国战争,中罕见的大霸仗西秦,霸王薛举正要承胜进攻,直到长安却身染重病。 不久此去,他的儿子薛仁稿继为李世民成绩来攻,薛仁稿不敌明这一时的西秦帝国,仅仅存在了一年零七个月就迅速败亡。 就唐书记载薛举凶悍善射肖武绝伦,屡战屡甚无人能敌,就连手下名将如云的李世民,都差点命放他手,但他直之依靠武力为人残暴誓杀,不得民心故而己能昙花一现。 唐朝后期,还出了一个霸王此人名叫康楚元,是唐素宗时期乡州的将领759年康楚元起兵反唐自封南楚霸王,不过这个霸王有点不同,他与其他霸王,最大的区别就是啥也不会,文不能文武不能武也不知这位仁兄,哪来的自信取了这么个唬人的名号。 他8月12起兵造反,11月12就被押父经师开刀问斩,成为古代四大霸王中最窝囊的一个。